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我是Hanky 我是Ran仔 應不應該同居呢? 我覺得應該 其實我覺得應該 至少你同居 你會知道對方的生活習慣 作息時間 但你要知道對方的作息時間 你電話都知道 你知道幾點睡 你一起住 你會覺得 如果我這麼晚睡 會不會吵他 這些 如果我在結婚之前 我已經同居了 我就會預先知道 這件事是否合不合 我是這麼多集節目 我最支持你 最禍意你就是 Oh my god 世界在哪裡 你去那邊 那裡拿獎 所謂相見好同住 如果你跟他住不住 你的婚姻都一定是 搞不定 別說婚姻 你拍拖都搞不定 所有東西都會 像是妙妖的 這樣照出來 譬如說 會不會一回去 把蜜蜜丟到處都是 然後不洗衣 然後不拆牙 有臭鬍的 還有避寒的問題 OK 不洗頭的頭臭的 這些東西 慢慢的 你才知道 除了避寒 還有臭鬍 其他都中了 中了怎麼辦 很多時候 導致離婚或是分手 就是一些很芝麻的東西 你有沒有試過 即是同居 有 有沒有這些問題發生 他比較沒有手尾 即是開門不關燈 開門不關門 更令人害怕 就有些是開火不關燈 為甚麼你好像在說我 這些會觸及我的底線 同居你才會知道 你這樣拍拖 我一天就看著你 我不知道你原來開火不關燈 我不知道你開槍不關燈 開得不關燈 因為我和你只去餐廳 那些燈是別人認識的 開火不關燈 這東西是否來觸及你的底線 觸及的 那我提出 他能否改到 那最後怎麼辦 怎麼處理 我會貼一張小紙 很貼心 貼心變得貼 即是那些不關窗和不關燈 我可以在燈鍵下加貼紙 同居在最正的位置 並不是大家可以互相磨合對方的習慣 而是可以接受對方的不好處 也有磨合的 他真的很過分 後來有一次 我女朋友離開了家 但沒有關燈 但知道了 我逼他 麻煩你現在 關燈再出來 那時候家裡有沒有人 沒有人 那我就覺得很正常 你可以這樣說 你不用這麼嚇唬 只要盞燈 給我一個人 讓他穿著 今晚才回去關燈 因為這個會觸及我的底線 有這個意識 你回去家裡 關燈再出來 很有教育意義 我真的很奉勸世人 千萬不要聽你媽媽說 男生和女生 尤其是女生會吃虧 正正因為你媽媽愛你 他更加要讓你同居 因為他要讓你知道 這個男生是否真的可以信得過 我覺得這句話 由一個男人後鐘說出來 我們的媽媽是不會相信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有沒有同居經驗 你知不支持同居 還是你會覺得 其實同居女生會很吃虧 like這條影片 share給你男朋友女朋友 告訴他們 你會不會同居 如果大家都想試試同居 都想試試同居 是不是可以怎樣 訂閱了你就可以同居 你就會提供錢 和地方給他們同居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麻煩你 也可以按一下小鈴 如果他有樓可以給你同居 你就會馬上收到消息 追蹤我們港男港女的Facebook 和IG 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 你同居的成功了 好爹好爹好爹 非常厲害 下一集再見 拜拜